一身粉红森礼服把自己打扮成Barbie 但怎么看怎么怪的脸庞 加上五音不全的歌声 让台下的评审频频别笑 大家好 我叫Barbie迪拉 Barbie就是我 中国第一Barbie 开口闭口都称自己就是Barbie 但整张脸明显有些不自然 有没有整容啊 好直接哦 整过 在我爸妈肚子里面就整好了 哦 这是无非整 拿小刀在配牌里面 这样 好医疗好发达哦 否认动刀整形 因为他自始自终觉得自己就是Barbie 你是因为喜欢Barbie 所以说把自己打扮成Barbie的样子吗 没有啊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Barbie啊 这番话让评审们听不下去 当场要求看看她的真面目 只是卸下浓妆后的她脸还是相当的不自然 甚至当评审想劝她做人还是活的真实点 她明显不以为然 说什么就是要当Barbie 被说假也无所谓 更时常透过直播分享Barbie装扮 只是追求美丽不为过 但像这样真实和虚拟傻傻分不清时 恐怕已经失去了自我 以后一辈子都感觉自己是个Barbie 我就是Barbie啊 记者综合报道